我们可能今天做一部分没做完 然后下班明天再来接着做 对不对 或者电脑重启等等 我们可以方便的在这里面选择 我们最近编辑的文件 然后在中间栏是新建 你可以新建HTML 一个静态文档 或者PHP ASP 甚至是CSS JavaScript 等等文 等等文件 你都可以很多的图片文字等等 但是你看到这些图片和文字 都是由代码构成在后台 所以说这个做网站 这个代码窗体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说比设计窗体还要重要 我们有时候设计窗体 可以不用看 但是我们代码窗体是 经常要编辑这个窗体的 然后再往下看 是代码选择器 代码选择器我们应用的也是非常多 比如说我打上一个 DIV 随便打上一个 后顿网 然后因为一个网站 你用了很多标签 很多个DIV 很多个超链接标签 很多个 CSS标签 样式等等 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的标签 怎么样 甚至是有一个DIV 在它的内部 可能有100行 1000行的代码 我怎么样快速的选择这个标签的开始和结尾呢 怎么样快速 我们只要点击任何这个标签的结尾 然后在标签选择栏上点一下DIV 它这样就会很方便的帮我们把这个整个标签选取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删除修改 对不对 现在我这个只是一行 我们不用用标签选择器 就可以手动选了 但是你一个网站肯定不是这一行 你有很多行 几百行 几千上千行 是不是 那么你为了防止误删除 我们可以这样选 而且很方便 很方便 下一个在标签选择器下面 就是属性工具栏 属性面板 那么我们针对属性面板 可以进行一些快速的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握着里面的工具条 是不是 你可以定义它的标题样式 加出 对不对 都可以定义 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修改 比如说 我们查入一个表格 那么我想把这个表格单元格进行合变 我们可以用代码敲也可以 但是代码敲你毕竟是慢 而且尤其是你这里面有内容的时候 你可能会 因为都是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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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会搞错 这时候我们只要通过面板 点击一下 OK 然后代码 horsepin 它已经给我们加上了 这个HTML课程 这个代码 如果意思不了解的话 看一下后盾网的HTML课程 所以说这个面板 我们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我在想 加一个链接 后盾网 我想给后盾网 这个三个字加一个超链接 我们可以在面板链接里面打上 sttp 就可以了 回车 大家看 A标记已经给我们加上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很方便 最起码我们不用打前面这一堆A标记 HREF 和后面这个A标记结尾 是不是 很方便 所以这个属性面板是我们应用 也是提高我们效率的一个手段 还有一点 大家在加超链接的时候 这个是HTML课程 我再重复一下 因为有的学员在咨询过我 我加上超链接 怎么点完之后不对 超链接前面一定要加上协议 http 冒号 俩链杠 为什么要加上协议 因为你加这协议 他会在万维网中进行寻找 如果你不加这个协议 那么这个相对于在你的网站的根目录进行寻找 在相对在你网站当前目录 比如说我这个文件